一直觉得肖战是娱乐圈的异类,承受了太多的恶意,严重超出了正常的范围,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网爆,肖战可能会像其他明星一样,没有太大的区别,还是那句话,或惜福之所以福西或之所福,但如何走在我们自己手中,在不好的事情,其中也会蕴含生机,前提是,你要是个坚强而优秀的人,而肖战无论是否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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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肖战无论是否。 肖战无论是否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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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肖� 差着境界,正如上一篇文章中展示的榜单所示,2022年,肖战在把控商务节奏的情况下,半年多的时间,寻一品牌星九分以上的品牌肖战,垄断前十四,真是水泼不尽的局面,而每一品牌官宣日天亮的销售额,更是真金白银的实际,任水也没有可比性。 这就是币,就像前一阵网上流传的说法,商务代言分为肖战和其他明星,偶然看到一件事,肖战代言的九大品牌,百事可乐,好莱雅膏,双丽人,一楼,开小灶,溜溜眉,李宁,莫森,青岛啤酒,在长春欧亚举行联合活动,时间三天,包下了商场一层,让你体验到处都是肖战的快感,看到这真是不有效了,还能这样吗?这待遇也太幸福了吧。 其实这样的活动举办了不止一次了,但从品牌们一再为之的举措里,我们能感受到肖战的影响力带动起的粉丝盘和路人盘,足以支持众多品牌的需求,令品牌收获满满,乐此不疲,而这就是以肖战为中心辐射出的一个品牌世界吧,也是肖战的世界,血文不易,又长现流,点击关注,让我们彼此不会错过。